莫,朋友们,让我们聊了只有你和我没有废话之本主题 你知道的,有很多关于起到正确方式的讨论 我们把所有这些复杂的意识和理解围绕着与压花对话的简单行为 有时感觉我们更注重表现,而不是对话本身,不是吗? 所以,让我们今天就打破这一切 我想向你介绍我们拥有的更直接的线路 感谢压花和亚苏 这些不仅仅是名字 它们是我们通向真实、原始、不收组织宗教、花少县静束缚的关系的敞开大门 深入细节,让我们谈谈以赛亚苏一、伊尔西 亚花在这里非常清楚 他不再寻求表演 反击、仪式 如果我们的心在别处挑探戈 那么这些都毫无意义 与他共鸣的是我们行为的真诚和正直 而不是我们执行七道意识的能力 而亚苏在《马太福音》六地固八中也吃相同观点 他告诉我们不要像那些爱好虚荣的炫耀者一样 不 亚花喜欢幕后 我们与他分享的安静时刻 因为猜猜看 他已经知道我们需要什么 我们的工作只需保持真诚 保持私密 保持真实 我们来过几个场景吧 想象你看到有人受伤 与其走过 不如你想 亚花请帮着这个人封亚苏的名 砰 就这样 简单 真心 或者当在南来临时 一个快速的亚花 请保护你的孩子们 可能比你想象的更有分量 别让我开始对饭前祷告 或感谢亚花的小恩小会 间断 甜蜜 至极要点 就像和你的地上父亲聊天一样 这种方法的美妙指出在哪里 它将其道变成了日常生活中的持续对话 这不是关于词语数量 或你的言辞多么雄便 这是关于与亚花通过亚素 建立真实和持续的联系 总结是 让我们记住 我们祈祷中的简单 真诚和个人鸿感真的很重要 这种直接沟通 不需要意识 它需要心 这是关于我们真正的愿望 与它建立联系 并分享我们的生活 所以 你忧了 保持轻松 保持振奋 但最重要的是 保持对你和亚花真实 感谢你的聆听 让我们试与它的每一次对话都记述 感谢您的语言 应该语言